我们希望陈时中先诚实再参选 这个无耻的政客 分分不平要陈时中诚实 因为议员觉得这数字怪怪的 根据指挥中心公布的确诊死亡数 从5月到16号双北有232例 但光是在殡仪馆火化的确诊王者就有327例 为什么指挥中心陈时中要盖牌 那如果依我们这样的推算的话 尤其在台北市 台北市的确诊跟火化 它确实差了差不多三倍的时间 三倍的数字 我想隐瞒这个东西都没有必要 今天我们的数字一项都是公开的 那究竟为何数字都不笼 第一个是我们没有献台北市民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 不管他的死因是什么 就只要他的死亡证明书上面 他有写说他是有新冠肺炎 或者是PCR阳性的亡者 这个我们都会算到这个 就是确诊的亡者里面 也就是说如果亡者有癌症 其他疾病或是发生意外 死后确认是PCR或快篩阳性 就包含在确诊的火化名单内 但若死亡诊断书上 新冠肺炎不在直接死因上 就不算染疫死亡 但确诊死亡的人的确在增加中 就有医师警告别轻忽Omicron的死亡率 匈科技重症医师黄轩 联署引用澳洲的研究报告 说只要有Omicron 国家死亡人数就会增加 因为他的传播太强 太多太广了 大大增加死亡人数 即使重症率只有0.3% 但一旦演变成重症 死亡率可能达四成以上 且60岁以上的Omicron感染者 死亡率超过Delta快两倍 有12.1% 搬出数据提醒人民 面对病毒千万别轻敌